战华府地利之变 不但能吸引好的学生 也常常请到世界级的知名政治人物到校演讲 主持该校中国研究的兰普顿教授 今天请到二十多年前 他还在鄂爱鄂州立大学时期的博士研究生吴钊燮 来给他现在的学生演讲 谈公元2000年以来 台湾当局两岸政策的形成方式 出任驻美代表之前 吴钊燮是陆委会主委 演讲这个题目自然驾轻就熟 言谈中听的人明显的可以感受到 吴钊燮把两岸包机看成是他任内最大成就 并推崇陈总统是一位认真 并有诚意解决两岸问题的领袖 而之所以没有突破 责任全部都在北京当局 再加上台湾那个专门会扯后腿的在野党 对于美国政府也认定陈总统推动台独 吴钊燮说这完全是误会 面对大陆籍学生说台湾才是问题 吴钊燮暗示会说这种话的人 是被共产党洗脑 为了扭转印象 他一直鼓励推动两岸交流 还说有大陆记者参访台湾后 观念改变 要台湾不要跟大陆统一 TVBS经文史哲伟 美国首府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首华盛顿采访报道